你说你现在家大业大的 还需要自己来刷墙吗 没钱啊 小姐 你知不知道我是咬着牙 把这里租下来的 也是希望用这间打个样板 试试水温 看看能不能做出一点成绩 如果 如果所愿 能够吸引一点颗流量的话 那也算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型晚安 我觉得是可以的 其实这边呢 有很多陶大的学生 也有很多毕考的美术生 他们的审美都不错的 我就丢得高 我也是这么想 小镇青年不缺生活的钱 缺的是梦想的钱 想来这里一旦成功 我打算把这里 变成一个以摆摊 还有文创品为主的复合实员区 你本以为我 极其于名利 但却没想到 向往之失于远方 我只是想不通 瑶瑶为什么会跟你上头呢 我已经跟她说清楚了 我当时跟她说我有女朋友 而且是你 如果你还是担心的话 那回头我找时间 再跟她说一说好不好 不用 我去跟她说 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方式 我不想她难过 大哥 随律 我不要她在我家 别动手 爸 你把钱叫妈赶出去 我不要她在我家里 妈 瑶瑶 瑶瑶你别闹了 瑶瑶你别闹了 我哪儿闹 明明就是她 她跟柯爷明明都在一起了 装什么不值钱啊 小美 什么情况 三叔 三婶 我跟柯爷在一起了 我跟她是开进之前在一起的 当时在忙着开进 我就没说 没想到这件事情 让瑶瑶误会了 你们开进的时候就在一块了 我当时恨不得 二十四小时跟着她呢 你一点风声都没偷给我啊 姐 你够厉害的呀 闷闷干大事啊 你有什么关系 不是 陈欣勇 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谁的哥哥 你帮谁啊 不是 这姐跟柯爷的事 那你跟柯爷 你也喜欢柯爷啊 彤彤 你也喜欢柯爷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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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老爷们 别窗户我们的事了 你们先进屋 过来 彤彤 我给你说话 走 那下事 我先上去了 哦 怎么回事啊 有话不能好好说呀 明明就要是那全交换 我早就跟柯爷在一起了 他就是为了气我 你可刚才问你的话 是真的 你也喜欢柯爷 还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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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家孩子这么优秀 这么出色 肯定能找到自己的真面天资啊 是不是 回头妈帮你屋色行不行 屋色一个 屋色十个 屋色一百个 你随便挑 妈妈 你他们都配不上我 配不上 对 配不上你更好啊 妈妈还舍不得 把你嫁出去呢 行了行了 不哭了啊 乖乖乖 乖 好了 好了呀 好人夜的钱相买 我打算你 我计算你点子 你也在乖上我 给你打算我 我给你打算你 我给你打算了 当时你自己打算了 我āna ni 还是你解脱的 给你打算我 那你 我可你不会让的 什么狗血 女乐恋大戏嘛 把妹妹喜欢男友 然后就让给妹妹了 怎么怎么 太快张了 太快张了 不能让 为什么让给她啊 不过 你妹之前和柯妍很熟吗 她怎么那么上头啊 你今天这是唱了哪书啊 马老 我想帮您梳理一下 您在玉瑶市 一直以来的一些功过 我的功过啊 那书吧 书 我直说您不生气啊 说 您来玉瑶也十多年了对吧 那比起公益 那是没有人能比得上你 您投入的资金 也是比谁都多 您数人敬仰 他们都喜欢你 但马老 您有想过 为什么您想做的事情 一直办不成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别 别 别 你别碰萧何医生会 就是因为这样 才会遭人唾弃嘛 我还遭人唾弃啊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您不是办了个春兴市场吗 我也去勘察过了 截至目前为止 这个市场还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小商铺所组成的市场 您做的节节失败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您缺帮手 谁啊 比如我喽 再说 那些商贩 纷纷只想着眼前的利益 所以无形中提高了门槛 您口口声声说 是要替年轻人办 而这群年轻人 恰恰是想租 他租不起 年轻人不来 自然没有消费力 而如果把整个玉瑶市摊开来 打造成一个 以文化古迹为基调的地方 想要吸引更多的游客 来这边旅游 打卡 那我们就势必要提供一些 大城市里面所没有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那些更美 还有感受的东西 您没有提供 好像有那么一丢丢道理 那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 我今天穿成这样 你有什么感受 操 二 味 所以你这就是老板的感受 我跟我合伙人不一样啊 我们真的是去了那里 跟所有年轻人一起刷了墙 知道他们的感受 所以我知道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这事不是靠你 或是我一个月 就能够完成的 关键 是他们 明白了 你下回再装修啊 你把我喊上 我告诉你 以前我家呀 过年的时候 我刷枪刷得很好的 一敌两面 我刷枪是把好手啊 这桥是已经刷好了 您还是专注投资吧 来 喝 你 您辛苦了 您喝 我正好有个项目 需要您大力的支持 您喝 你绕了这么大一圈 终于绕到主题上了嘛 说 什么项目 回字楼 回字楼 我想把回字楼里面的年轻人 集合起来 成立一个品牌 就回家 回啊 投啊 你先回我再投嘛 你喝这杯 拿你投了 一提到钱啊 敬你 回家 回家 来 体验一下 真的 你 你 你这个实在是太烦了 什么呀 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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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老板 没事吧 没事呢 来 给你兑了我银耳汤 一会儿回去喝了 这有三水 你气什么 三水 你坐 哎呀 瑶瑶啊 从小就这么个臭脾气 嘴巴毒 心肠软 可以跟她一本结实 嗯 我明白 什么情况啊 跟柯妍 你暂时说说 其实我们两个就是 很自然而然地就在一起了 在北京的时候 她是我领导 后来她自己创业 也是带着我 再后来 事业 我们俩也是一块 可能我对她的好感 那 那个时候就有了吧 那柯妍呢 对你是什么态度啊 她不是来寓窑考察吗 那段时间我就一直帮她 突然觉得 好像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总有对方在身边陪着 慢慢地我们两个就 决定在一起了 正好 看得出来呀 你是真心喜欢人家 那以后三十可就把她 当自家人带了 找个时间 请她来坐坐 正式进前面 行了 那早点睡啊 以后有什么事情 早就跟家里说嘛 嗯 没难道请误会 孙师 晚安 晚安 老陈 老陈 你说 怎么了 膀子疼啊 没事 没事 你说 小满要是出嫁的话 咱们出多少嫁妆合适啊 啊 出嫁啊 当然了 这种事情不要提早准备的 你也不能准备得这么早吧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那你一把脑袋 这八字没一撇的 你知不知道啊 小满早在北京的时候 就跟那个柯妍情投以合了 早就在一起了 是啊 刚才她亲口跟我说的 说在北京的时候就喜欢人家了 哎呀 这回您也不用担心 柯妍会惦记咱们疾风了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我之前点过柯妍 可人心隔肚皮 你谁知道人家心里面 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们家小满 你要真的担心的话 你看 就让小满她住疾风了 对不对 小满跟疾风没了这层关系 你就不用再担心 柯妍会令小满来操控疾风啊 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刚刚说小满为徒弟 怎么可以说放手就放手 想做你徒弟的人不多了去了 我们再收不行了 什么事情比小满的终生大事更重要 你说 收徒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更何况这次是开黑镜的 动静闹得那么大 是 小满的终生大事果然重要 可是我们老淳家的记忆 不能断在我的手里 万万不可以 秀 这人 这怎么就能是断了呢 把这样就断在你手里了 这两箱放在那个墙底下就行了 好嘞 赢不 轻一点啊 好好好 你看你 这么大岁数了 怎么有点事就往我这儿跑呀 那我还能去哪儿 谁让你说我姐呢 就是想到你这里来安静安静 不可以 不可以吗 那你安静着吧 我走了 姐 银行 银行 我先走了啊 下次又顺顺之身啊 好 谢谢 银行走啦 姐 小满和柯燕谈恋爱了 小满和柯燕谈恋爱了 你 徐曼的心病跟在你这儿 你这是自作自受 姐 季风我得守住了 徐曼对季风的执念 还不都因为两个孩子 你要是心里这么纠结 你就顺了他的心 其实你这个师父 没那么重要 要我看小满 即便不跟着你学 他也会走得很远 比我们都远 也许吧 你呢 就好好带着小彤 让他跟你学手艺 跟徐曼学经营 以后就把疾风交给小彤 疾风不能交给彤彤 为什么 姐 还不到时候 跟你说说话 心里好受多了 我走了 我走了 бо бо 自动 我 没 history 我 没 快 有 快 他 是 谢谢观看